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拼布是代代相传的女性传统手工艺术 现在有一位艺术家他为传统的艺术拼布注入了新潮流行的时代元素 同时他也打破了男性不玩拼布的刻板印象 眼前这些艺术品做工精细 难以相信他们全是出于这个大男生之手 他是詹志成 十年前踏进拼布的创作世界 在短短八个月的学习后参赛获奖 之后的第二年 更传奇地拿下了七个日本拼布比赛的冠军 他到这个圈子里面 因为本身就是性别上的问题 常常有很多很多的闲言闲语 但是我觉得 或许男生的角色的关系 他会比较专注于创作上面 詹志成专注于创作 每年总为自己设定一系列的创作主题 一般女性的作品注重实用性 她则重视独创性 喜欢结合时下潮流与新素材 像这个以女性马甲为主题的提包 就是运用纱布层层堆叠而成的新概念 我要让这个东西让它变得比较有时尚的流行感 所以像你看我的把手的部分 我也是运用了很多的串珠 一些珠子 一些柜金属来去达到整个的华丽感的感觉 不断自我挑战 这位充满热情的拼布达人 已开设工作坊从事教学 他从不藏私 将自己的经验与学员分享 希望透过同好之间互相交流 让拼布艺术插出新火花 当然有些传统的记忆 它不是靠创新才流传下来 相反的遵循古法 反而是这些记忆最珍贵的价值 在高雄市有一家做真笼的老店 三代相传的技术造就出无可取代的成品 这家真笼店由许哲华先生和师兄弟一手创业的 但现在由于年事已高 所以转叫欧文祥师傅负责店内的工作 而店内的墙上挂满了早期真笼店新盛的历史 地上也堆满了一层又一层的真笼 诉说着师傅每天辛苦工作的成果 而在这不景气的大环境下 师傅也不担心店内的手工蒸笼卖不出去 没有不会有影响 因为这是传统的 这个到什么时候大家都会用蒸的到 做这个也是要蒸的 不再是蒸工夫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 讲真的 因为同样做起来就是一个蒸笼的形状 可是耐用不耐用 这个师傅的经验很重要 而师傅就靠了这份蒸工夫 有调理的一横一束编织在蒸笼的外环里 虽然手工制制品的蒸笼很耗费时间 但却也编织出代代相传的好手艺 我们刚刚看到蒸笼师傅用他的一双巧手 编造出生活当中实用的艺术品 接下来嘉义市的公民记者 要带我们去看另外一种生活当中的艺术创作 嘉义市社区大学花艺课程的师生 把课程的内涵延伸到户外 进行街角的改造计划 他们利用植物的柔软身段 化解尖锐的水泥墙角 让无缝南路621项这条老旧的巷道 改头换面成为和美丽相遇的地点 只要用心生活可以艺术化 艺术也可以生活化 透过公民记者的报道 让我们看见台湾各地的艺术之美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